大家好,我是MASA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好吃的铁板料理 它叫おうちで簡単ペッパーランチ 然后中文是自在黑椒烤肉饭 这一次介绍的料理是有参考的日本脸梭餐厅叫ペッパーランチ 它们的特别的部分是准备这个很热的铁板 把白饭装上去,然后肉片放在旁边 这个铁板直接到客人的桌上自己搅拌,直接吃的 我个人也是常会去那边吃饭 这一次是我要在家里做做看 那这一次的吃饭的方式跟通宅有一点不一样 前面我会准备所有的食材 做下来开始加热,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子加热,怎么吃 还有另外介绍一下它的变化方式 那做法是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就开始做 饼放在肉片上 再开炒 饼宜 Μ 放入蒸汁 湯 黄蜜 LD HR 卵 撈 碎 腥 放入蒸汁 盐 手勾類 自己做的 我會做很多的 你想要件事 可以買得到 沒什麼 我會想要件事 還有,食物 要件事 我也要做 我會想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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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用油 一口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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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e 加入加入 用芦覺 炒香 二十多的香菇 放入锅中 柴油 放入锅中 煮凉 煮的鱼 OK,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Ochi de kantan peparanji 还没完成,但是 做备的锅子已经完成了 D 所以这一次示范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直接这样子给大家看怎么使用 有另外一个CAMERA在上面 所以从上面就可以看起来我的动作 好,来,那我来就赶快开始吃了 所以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餐厅放在那个桌上的状态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分在一起吃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是刚刚准备的这个酱汁剩下的 这个也可以淋上去哦 OK 那我把它就淋在这个肉上面 先这样子,不一定要全部加进去 就看情况,如果想要加重一点 那再加进去 像那个餐厅一样,餐厅也是有这个瓶子 这样子已经装起来的 所以你要加就自己加进去就好啦 那我来就开始 搅拌咯 哦吼 漂亮 下面可以看到那个锅巴 因为前面我有加入奶油 那就跟这个肉片 分在一起 所以像这一种料理在日本的话 通常会用那个店的烤盘 然后大家一起在桌上做的 但是那像这一种小的 啊,卡斯鲁 然后直接装在那个 啊,平底锅上面这样子的话 也是蛮简单可以做出来的 这边我还是少一些绿色 边加边做 就再加多一点 这样子好了 好咯 赶快开始吃咯 哦,对,忘记 忘记那个黑胡椒 这个一定要弄它 因为这是Paper Lunch嘛 所以一定要加黑胡椒啦 OK 这样子就完成啦 では,いただきます ,我来说 这个肉片 非常地香 这样子有一点烧焦的 就是那种那个焦香味 哦 像这种料理 一定要搭配啤酒 哦 太好了 白天 还可以喝啤酒 没关系 偶尔 不是常常这样子 哦 では すみません いただきます 啊~~ 哦~~ 非常的幸福的感覺 我覺得它越來越漂亮 就是顏色稍微深一點就更好吃的樣子 好了現在已經這樣子完成了 就可以享受整個這個料理 但是這一次我還是要加入一些變化 你可以加這個披薩起司擦在上面 因為從下面一直會加熱 它蠻容易融化 OK 現在就差不多啦 看到起司已經融化了 ではまたまた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哦 這樣也是太好吃了 尤其起司的那種濃郁的風味 感覺有在吃焗烤的樣子 另外一個變化方式 還有 啊 現在就要加 這個辣的泡菜 嗯 KIMUCHI 一定是非常適合的組合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稍微中果一點的話 你可以加這個KIMUCHI 進去 加上這個紅色 變成更漂亮 CHIZU KIMUCHI 起司韓式泡菜的燒肉飯 對吧 Moi-kai Itayimasu 嗯~~ 這個也一定是好吃的 所以這樣子吃的話 啊 口味會越來越重 那現在 啊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加雞蛋 放進去 然後攪一攪作 稍微有一點炒飯的樣子也是很好吃的 那這一次 我要做另外一個變化 這個是算是一個 啊 最終桂台 它一直變化變化 然後現在就是最後的變化 我來加這個 它是鮮奶油跟牛奶 啊 一半一半 混在一起的 所以 加入這一種那個 啊 奶味的話 可以弄成稍微溫和一點 也是可以加上一個滑潤的口感 好囉 加進去囉 那這個分量也是要看 啊 剩下多少 然後再加進去就好了 感覺有一點像 燉飯的樣子 邊加邊看它的狀態 如果你要加多一點 再加也沒關係的 剩下的起司放進去好了 還有這邊有玉米 這個也是可以加的 哦 好玩囉 這樣子 食材都在旁邊 然後 如果你要加一些變化 邊吃邊加 非常的好玩 OK 這樣就差不多了 哦 這個也是漂亮 這是白醬的燉飯的樣子 加熱的差不多醬的話 其實可以 熄火啦 然後就利用那個 余熱 慢慢享受 最後の 味道 嗯 最後吃 非常的適合 前面是 原味嘛 然後最後加了這一種 奶醬 把它弄得稍微 溫和一點 吃這個肉 有這一種 變化 一直都不會吃膩的 所以這個其實很危險 因為像這樣子 鍋子本來是可能兩個人可以吃的 這樣一個人 搞不好 全部 會吃完的 好囉 那這次介紹的料理是非常的簡單 如果不方便去餐廳吃這一種料理的話 其實在家也是 啊 容易 可以做出來 這一次我是用了牛肉 當然換成豬肉也是可以 然後這樣子的部分也是可以加入一點 醬 就是弄成抹刺你 然後加進去 這樣的話 你可以做出來 醬燒豬肉的風味 那個也是很好吃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做做看 謝謝 謝謝